上一次我们讲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定义 讲了哲学的定义以后 它有一个就是说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 实践哲学基本理论 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 它我们说的它是建立历史本体论 那么这个历史本体论它既是从卢卡奇那儿来的 但是又和卢卡奇的这个是有区别的 那么具体的探讨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自在自物与人自身的历史关系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必然性和历史具体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那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就是讲的人的意志的合理性问题 就是哲学的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的对象 它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论识论的问题 而是要考察人的意志的合理性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讲了以后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人有一个新的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 它都是什么 都是从这个历史出发的 历史出发 历史文化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了历史和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呢 它特别强调了人的文化存在 特别强调了人的文化存在 对马克思的这个社会关系 人事社会关系的总和 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考察 做了历史文化的考察 就是把它对市的提问 转变为深层的提问 深层提问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我们说葛兰西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家 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家 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 他对意识形态 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做了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上面标的三个问题 那么关于意识形态的划分呢 首先他提出了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随意的理性化的意识形态 随意的理性化的意识形态 那么这一个呢 是对意识形态和基础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说明 意识形态和基础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说明 那么后一个 后两个 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和信仰的关系问题 这个呢 是对这个意识形态后两个 和意识的理性和道德之分的问题 讲的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两个部分 分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讲的意识形态和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个呢 是讲的意识形态内在的结构的问题 结构和功能的问题 结构和功能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 格兰西对于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在这两个层面上他是怎么分析的怎么分析的 就是说他认为从意识形态和基础的关系看 意识形态啊可以分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随意的理性化的 或者被意愿的意识形态 他说所谓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 是和特定的基础相联系的 和特定的基础相联系的 是这个基础的意思 是这个基础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他说为什么说是这个基础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 这个反映了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关于总体性的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理论和实践 跟我们前面讲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啊 它是一致的 它是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理论和实践 它应该什么 理论啊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 而总是和一定的相关的实践 具体相联系的 就是说理论和一种理论 这个理论里面所包含的内涵 都是和你的实践相关的 如果你的理论不包含实践 它变成一个抽象的一般 那么这样一种理论啊 它就是随意的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一个和实践无关的 这样一个理论 你比方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理论 任何一种理论里面 它都包含了它的这样一个 很特殊的具体的内容 比方说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这个揭示 那么它每一个范畴商品 这样一些定义啊 它都是有它的这个特定的内容的 那么同样的呢 它认为在意识形态里面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任何一种系态 它都是和特定的基础相联系的 你比方说这个你作为西方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它是和西方的这样一个现实的实践的基础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它不是一个空洞和抽象的 所以呢就是说反对把意识形态呀 抽象化 就是说认为意识形态呀 它就是一切或者说有一种 可以这个通用的普遍的一个脱离了 这样一个具体实践的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那么也就是说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里面都有和这个意识形态 所表达的内容相关的这样一个基础 这样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形态 一定是反映着你的这样一个 现实的实践的基础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 它意味着什么 如果基础变了 就是说你的这个社会的基础变了 你的意识形态也要发生变化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不能说 我的基础变了 我的意识形态不变化 而同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它的民族化的特征 也是和它的民族的这个现实的基础 它是相联系的 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个 现实基础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你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也是抽象的 也是抽象的 所以它把这个 它说这样一个和特定的基础相联系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是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意识 就叫有机意识形态 就叫有机意识形态 所以它说只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那么你才能够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 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 获得对他们所处的地位的意识 进行斗争的这样一个地位的意识 进行斗争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强调什么 你的意识形态要发挥功能 就是说要起作用 那么你的意识形态啊 你看它这个地方啊 我们从看它这样一个定义当中啊 就有一个区分 就有一个区分 当它说它是特定的 特定的与基础相联系的意识的时候 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 表现了它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作为一个有机意识形态啊 它必须啊 具有它的认识能功能 就是说你必须啊 你这个东西啊要有你的知识在里面 就是说对于你这样一个基础的 这样一个特定的反应 这是它的这个意识的功能 那么你只有什么 反应了你这样一个基础 你才能成为有机的 有机的 相反的如果你不能反应这个基础的话 就是说你是一个和这个基础无关的 就是说基础已经发展了 或者说你是其他民族的 这样一个意识 你是不可能啊 就是说这样就不能称之为有机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种随意的理性化的意识形态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在这个定义的时候啊 实际上和这个随意的意识形态 理性化的意识形态 相区分的时候 首先呢 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 和它这个认识啊 它是相联系的 就是说你的意识啊 是不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基础 反映了基础 是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意识 是不是一个总体的 没有一个抽象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抽象的意识形态 那么正是因为你有了这样一种意识 也就是说 你形成了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 那么你就什么 能够有效的组织人民群众 有效的组织人民群众 这个有效的组织人民群众 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 活得对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 进行斗争的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讲的它的一种功能 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 它的这个价值 发挥它的这样一个价值功能 那也就是说 只有有机的意识形态 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这样一个职能 或者说是功能 或者说是功能 所以前面的 它是对它的认识而言的 就是说 你首先你要活得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这个阶级的意识 然后你才能发挥作用 才具有这样一个功能 才具有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它这样一个区分呢 它说相反的 随意的 理性化的 活被意愿的意识形态 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 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是特定的 个人随意的民事苦想 就说你这个东西 你是这个从思想家的头脑里面 内意的肢解出来的 内意的肢解出来的 根本没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就是说你没有啊 真正的反映你这个现实生活的 这样一个变化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你是从你的头脑里面呢 抽象出来的 它说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呢 它只是创造个人的运动 只是创造个人的运动 而不能够啊创造一种群众的运动 就是说你只是表达你自己个人的思想 你没有办法去组织群众 所以你是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功能的 是没有一种社会功能的 所以这样呢 他认为啊 葛兰旭就强调 实践哲学所坚持的是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和他的这个哲学定义是相关的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他的哲学定义是什么 所谓哲学定义啊 讲的是什么 人人都是哲学家 讲的是什么 职业化的哲学家 职业的哲学家 和这个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世界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群众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这儿讲的意识呢 实际上什么 也是和他的实践哲学相关的 就是说你实践哲学 你的意识形态 如果是能动的 是有机的 那么你就是一定能发动群众的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这个人民群众能不能组织起来 能不能组织起来 能不能发动起来 这一个啊 是你衡量你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有效性 它的认识认 它的价值的一个 一个尺度 一个尺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实际上和他的哲学定义也是相关的 同时呢 他们强调反对把任何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啊 抽象化 看作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强调它和现实之间的这样一个有机联系 强调它的这个现实的有机联系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他强调 他说如果要是 在这个地方呢 他首先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他首先强调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 就是说实践哲学要求是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 就是他一定是他所在的实践的反应 从他的实践当中啊 抽象出理论来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实际上也是把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内在结构啊 把他结实出来了 结实出来了 是吧 那么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结构呢 他可 这个葛兰西啊 他做了一个纵向的和横向的分析 纵向的和横向的分析 那么在这样一个纵向的层面上 纵向的层面上呢 他认为意识形态啊 有理论和信仰之分 有理论和信仰之分 所谓理论的东西啊 作为对意识形态的有机反应 它是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所以他首先呢 是有一个认识的问题 那么作为一个认识问题 意识形态的理论呢 它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体系化的意识形态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它是有理论体系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自觉的世界观 它应该是一种自觉的世界观 所以它是叫什么 这个是意识形态的形式 意识形态的形式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说意识形态呀 它还是什么 是一种民间的信念 是一种民间的信念 这样一种信念呢 它表示为什么 群众的一种信仰 表现为啊 这个民间的 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信仰 这样一个信仰啊 它是人民群众的 这个意识情感 所以呢 也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 也是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 也可以说呢 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物质力量 和物质力量 那么意识形态的理论啊 我们说了 它必须要客观的认识和研究 民间的信仰 也就是说 人民群众的信念 情感 情绪 这样呢 它才是有意义的 也是有意义的 而不是啊 把这些群众的 这样一个情绪 和他们的信念当作一个对历史运动没有意义的 可以忽略的东西 可以忽略的东西 这一个呢 是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说这个 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是说任何运动 比方说这个卢森堡 我们前面讲的啊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 他说你不管你这个 你这个理论再正确 你的预见性再强 如果你这个政府 你说你再好 但是群众不选择你 所以你这个也是没有意义的 也是没有意义 就是说群众不需要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呃 意识形态 他不需要这样的政府 不需要的这样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群众不选择你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你的纲领 你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话 那么你这个理论的话 他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是不能持久的 他是不能持久的 别人已经不愿意了 他下层已经不愿意选择了 所以他也是不能持久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西方马适时 他强调一个什么 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理论啊 你一定要什么 要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 群众能够选择你 这就是你的这个理论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啊 能够持久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 发挥作用基础 你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你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所以这一点呢 呃 这个西方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就是说 看他们的这个传统啊 一直都很强调 这个群众啊 在这样一个 对这个意识形态 对一个理论的 这样一个选择的 这样一个基础性 这样一个基础性 呃 所以这是他强调的 这样一个 纵向的这样一个角度啊 强调这个 呃 也就是说 你的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 和群众的这样一个 信念 情感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说的理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那么在横向的方面呢 他强调了意识形态 有理性和道德价值领域之分 那么作为理性的东西呢 他是对基础的认识 他是对基础的认识 道德价值呢 是关于人们的行动 人们的行动 或者说 他是政治学说和实践的世界观 和实践的世界观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区分啊 就表达了一个什么 他的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个地方啊 他已经表露出来了 他的这个实践哲学啊 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这个实践哲学 作为一个基本理论 它是一种认识论的 这样一个判断的话 就是说 对这个意志的人的意志研究啊 他是在一个理论层面上 认识层面上进行研究的话 那么作为实践学说和 这个实践的 政治学说和实践的这个世界观呢 他讲的就是意识形态的 合理性的这样一个领域 就是你就研究啊 这个意识形态 他的合理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就是对这个问题啊 进行研究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他这个实践哲学 和政治哲学的一致性 在什么地方呢 实践哲学 他们都是对人的意识形态 对人的理性意志的一个研究 意志的合理性的研究 那么一个是表示 他从认识人的角度啊 来进行研究 也就是从理论的角度 基本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 而后者呢 他是在什么 一个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 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呢 展开研究 展开研究 他认为意识形态啊 是通过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 而对基础 对人类的文化创造啊 起作用 起作用 这是他对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在这个 当然他在这个意识形态也和这个列宁啊 思想是相关的啊 因为列宁也是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 能动性 能动性 所以在这样一个 在这样一个 从他的时代来说 从哲学时代来说呢 葛莱西也受到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样一个影响 当然他联系的这样一个 意识形态的理性和道德价值领域呢 分别探讨了意识形态的 认识的能动性和价值的能动性 价值能动性 而作认识的人动性呢 它解释了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 和基础的这样一个深刻的矛盾 就是意识形态啊 能够深刻的结实基础的内在矛盾 他能够把这个基础的内在矛盾 这个揭示出来 也就是强调 把革命的这样一个客观条件 能够揭示出来 而他的价值功能 价值功能啊 就表现为啊 意识形态能够把基础 转化为一种革命的意识 就是说你能够啊 把人民群众的这样一个思想 他的一个无意识的东西啊 能够把它换起来 换成就说形成一种 有意识的自觉的活动 自觉的活动 所以呢 这样呢 他就把这个基础作为实现人的意识形态 解放人 使能活得自由的工具 自由的工具 所以在他那个地方 人是目的啊 是历史运动的主动要素 而基础是工具 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 关于意识形态啊 和基础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看 他讲的这个有机的意识形态 有机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是强调啊 这个能得解放的这样一个目的 怎么样把这个群众啊 换起起来 使他们转入到这个历史运动里面去 历史运动里面去 这是 格兰西亚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分析 。 这样的踏duction